L的讀者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Melody 女人到了40 应该要不货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货 因为呢 这个人生的当中呢 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起起伏伏的 但是that's life 所以要很开心的迎接每一个挑战 然后希望从挑战中可以多多学习 还有提升自己 我觉得平淡是幸福是没有错 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 但是呢相比的呢 如果你的人生太平淡的话呢 你又没有机会可以突破自己 所以呢我觉得两者都要有吧 反正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会想要过不同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 能够增长的东西可能比较多的是experience吧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在不同的阶段 其实你所有往后看你的经历 这都是很值得珍藏的 那是很值得珍藏的 那是很值得珍藏的